因為我們前面有一些調次跟項目款 以及各款都有做一些修正 那按照我們剛剛所宣告的這一個內容 文字我們請議事人員做整理之後 我們帶來回頭帶來看 文字給他們整理啦 大部分的我們都有處理到 好 那我們 請你請不標81條 我們現在要處理啦 好 我們現在回頭處理86條 不是啦 不是還沒到處理那個啦 再處理那個怎麼 說明會啦 33頁 來 跟各位報告我們還有幾個議題要處理 一個就是說明會要不要辦公辦的這個大家贊不贊成 第二個就同時舉行這個部分 第三個就罷免的包括提案連署通過門檻 這個大概有三大要項要處理 好 那我們先來處理公辦說明會的這個部分 這個大家贊成或反對 來表達一下意見我們就處理了 對 這是我們黨團提的案子啦 我想 我們前面講嘛 平衡原則啦 那 公辦罷免說明會 我覺得我們選舉也是有嘛 好 那我覺得就是對稱原則上來做 好 就是希望大家能支持 好 各位有沒有什麼其他意見 這個賞 我服議啦 我服議啦 我服議 我服議啦 我服議 這個精神是正確的 好 那個清明黨 人民黨從剛剛開始就沒有反對啦 那星期一的時候其實討論的時候 只是我們把我們的疑慮說出來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要反對的意思喔 可是現在因為我們已經把罷免不得宣傳這活動的部分 其實未來罷免可以宣傳的樣台已經很多種了啦 所以到底有沒有需要再花這個公堂 再去浪費這些錢去辦這樣子的活動 其實這是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去思考的方向 但是清明黨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但就很支持說 這本來就是應該是要去舉辦的 但是到底是應辦而辦 到底有沒有需要辦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再更廣義的再去思考一下啦 這個我的意見是這樣啦 整個大家的意見啦 因為我們上次討論的時候 有提到說 你好像像立長要保佩 啊不要辦選明會 不用嘛 你要辦就自己去辦嘛 我們簡單講 像市議員在選舉的公辦說明會 大家都不想去 大家都不想去你也知道 幾乎連候選人自己都不想去 就變成造成一個大家很大的壓力 而且又花很多錢 所以這個到底要不要辦 我覺得是可以思考 尤其是里長的部分 如果要罷免的時候你這樣一弄 你規定在這裡就變成 其實我們現在沒有公辦的 那個要罷免的人自己都辦得稀里花啦的 對啊 所以 所以我這樣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在文字裡面把它放上去 我建議這樣啦 大家聽看看啦 就是說 我們現在立委在選舉 在地方的有線電視系統都會辦政見發表會嘛 好 所以那個說明會 我們把它改成電視說明會啦 好 例如很簡單啦 例如很簡單啦 例如很簡單說 你如果在罷免在地方 如果是說鄉頂頂 在罷免一定地方都老人來啦 這個恐怕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問題啦 但是呢 假如說是立委要罷免 或者直轄市市議員要罷免 舉辦電視說明會 我看大家應該可以同意啦 這樣可以嗎 這樣三民區 要罷免一個議員嘛 有一個電視說明會 這個委員我覺得我們不要異色立場 因為我們也知道啦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高雄都有那個 那個地下台 我們要衝上他就 繞車出去一直在 上面的紅袖住那時候買那個 所以電視 對我是覺得 電視還好啦 也是電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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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宣傳車啊 老人說要衝上 對啊 他們要繞人很快啊 第四台要繞人很快啊 那很簡單啊 沒有啦 現在有反正國民都繞人 不會啦 我們就不會做這個事情 我們就不會的 你們也是 拜託一下啦 我拜託一下啦 大家有一個公式啦 我說這個 大家各讓一步好不好 因為 希望他們 那個時代力量其實是鄉鎮可以說 是實際情況 辦理或免辦嘛 其實還是要把它稍微講清楚啦 那個是實際情況 可不可以 有一個明確的東西 對 因為 因為 這個 不要要求選委會一定要辦 對啦 這一定要辦的話 這個是 像現在目前的那個 目前的那個 證件發表會辦 沒有人來啊 你對了 我們工作人員畢業 都聽眾比較多 公辦 我們就叫人去聽耶 不然我們自己去做證件會 沒有人來 我們也很難看耶 對啊 就這樣子啊 沒有啦 電視說明會還好啦 沒有啊 不是要自己叫 找人去自己去鼓掌一下 要不然的話 有時候講了半天 不要講給誰聽耶 好 沒有啦 地方有算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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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我是支持那個 齊邁主委 就是說 確實會造成一些困擾 但是電視現在大家很方便 如果有個 給這樣的空間的話 其實都可以得到 好 我覺得有一點彈性出來啦 讓 電視說明 現在大家關心的也都可以 透過看電視就可以 也不會 我覺得 候選人既然你想要 去表達一下嘛 不管你是 罷免的 你在電視上說明一下 你的一些理由 現在理會上去 按鐘